10月28日 上海万圣节模仿安玲蓉和向泰成了焦点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当天模仿安玲蓉坐着于船 头上戴着面纱 手里拿着核花 背后有丫鬟撑散 气势惊人 一出场就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有网友发现 他身后的丫鬟穿着蓝色古装 很像秦川 这是什么梗 秦川的妆容也很奇怪 脸色苍白 像是万圣节的主题 安玲蓉虽然美颜动人 但是一下船就露现了 有网友拍到他摘掉面纱抽烟的照片 身材走样 完全认不出来 这些人真是太搞完了 模仿向泰的也不甘示弱 他穿着粉色毛绒大衣 就是向泰在直播间穿过的那卷 他还模仿向泰的声音和口头长 在现场喊着9块9 18块8包邮 简直一模一样 网友都以为是向泰本人来了 其实他是陈安的粉丝 泰已经不是第一次模仿了 这次他很是欢迎 很多人都想和他合影 泰也很大方的答应了 不知道向泰看到这些会怎么想呢 如果有人模仿张狼和向泰同框 那才叫精彩呢 还有一个cost王妃的男生也很出彩 他穿的是王妃早年的服装 在现场唱歌还破音了 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 在此你怎么看呢